這時候你會發現 在碰到水的同時 你的泥團突然之間怎樣 變得很軟 你回去的時候 你碰到水的時候發現很軟 這時候代表就已經 我的青苔跟我的骨已經非常密合了 這樣密合 所以你回去的時候 就是稍微用水清一下之後 直接把它稍微 或是你拿水桶它稍微泡一下 讓我的青苔非常的 把上面的一些髒 跟把它洗乾淨之後 把它吸到完全變很薄 就是你用水桶洗 你用水桶泡也可以 然後它水吸飽之後呢 就把它放到一個盤子上面 因為你有做腳 因為你有做腳 所以你的底下 它會把你墊高 讓你底下不會太濕沒關係 那多久澆一次水 這種天氣是這樣子的 你可以用手捏捏看 如果你先捏捏它是軟的 就不用澆水 如果你發現它就是非常硬的時候 記得你要整個去泡水 因為我們兩片山塗炭 乾掉的時候變得非常堅硬 非常堅硬的說你怎麼樣 怎麼樣噴水都沒有用 怎麼樣噴水都沒有用 所以你平常是可以用噴水的 但是老師的習慣是 直接把它泡在盤子上面加水 或是直接它去用泡水的話 它就比較確定我的水 能夠完全泡冷 所以它就足夠 那放置的地方放什麼地方 好 杜鑑花是全日照的 杜鑑花全日照出 但是它在半日照的地方 一樣是可以開花的 所以你可以放在窗旁邊 從窗旁邊 光線可以稍微塞到 或是漸漸的閃遜的光 其實都可以養得還不錯 還不錯 所以你如果把它放到全日照 你下面養得更好 所以記得就是偶爾拿去外面 塞塞太陽 然後它開花的時候 拿進花邊欣賞就好 那家裡有養狗狗的就是注意喔 家裡有養狗狗的部分來講 請你不要讓狗狗吃到杜鑑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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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杜鑑花對狗狗來講 是有毒性的 所以要必鑑狗就好 好 所以今天的課程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的話 請你慢慢坐我們 慢慢坐我們 大家還有如果有任何的一個 需要幫我發的舉手 老師就過去喔